上面在田域上面那個 登登登那個是鷹斑玉 跳起來了 還有一隻在田域上面 鷹斑玉小隻的 還有這候鳥 桃園海岸啼湖完膚 民眾看這是脈療第二 這才叫師弟 對不對 西域 西域 鷹斑玉 高敲衡 看到鳥 這個是候鳥嗎 哎呀 現在高敲衡是流鳥 農田中密使的候鳥們 是他們在桃園唯一的棲地 工廠拔地而起 民眾感嘆 這裡是脈療第二 我們這個土地傷害太多 太久 太多年了 如果能做一個富裕區 讓這個土地得到一個富裕 好 這邊 吳玉舟帶著我們 走遍桃園海岸線 除了工業污染 海岸堆滿垃圾 綿延40公里 致力於淨灘活動 讓孩子思考環境議題 我們會叫孩子 把垃圾結繳做分類 對 看看垃圾是哪邊來的 然後想想看 是誰的 可不可能是我以前丟的 然後現在飄到這裡來了 就可以讓小孩思考一下 鏡頭轉向大園內海國小 這是一座被工業區包圍的學校 校長許之賢愛鳥誠吃 長期推動賞鳥教育 透過認識鳥類 孩子主動關心自己的故鄉被污染 學校規劃的這個 游學路線圖 大致上都是可以有鳥礦 教室外牆吊掛鳥裝飾品 校園外牆也用鳥類 馬賽克塗鴉 湯白鹿曾現身桃園蜜石 遭工業污染後 已經不見蹤影 所以我們在推環境教育 課程的時候 我特別把這一個鳥無種 提出來 要孩子去找 我把它納入課程 如果可以找到的話 那它的背後的意涵就是 代表我們環境已經復甦了 變好了 還有回來了 自己的家鄉 如果可以更好 那我願意繼續的努力 把這樣的一個 好的環境觀念 帶給我們的孩子 積極來做